今天我想聊一聊运动相机的防水壳 因为现在夏天已经到了 很多人都喜欢潜水 像GoPro Action这些系列 它是可以支持原生防水的 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比如说我这个经常是Action系列 经常是潜水 导致一个问题就是 我的这个防水壳 其实你看我一打开它就掉了 它的密封应该是受到的影响 所以我现在不是太敢 直接带着它裸机进入水底 因此我最近购买了一套防水壳 外加一个对没错 这是水下的补光单 待会可以聊聊 我们现在可以打开看一下 这个防水壳里面 有一些最简单的一些配件 螺丝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防潮的一个垫片 你把这个机器放到防水壳里的时候 它会发热的 因此会产生水气 而这个垫片可以有效的吸收它的水气 它是一个很好的 很细心的一个配件 我们打开可以看一下这个防水壳 我也是对这个Action系列 我也第一次使用 这个防水壳其实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为什么能这样 因为它这壳上之后 这最基本的防水功能 但是它在上面有一个冷靴的位置 然后它的右口也有个冷靴的位置 这是干嘛用 这就是给我的水下的补光灯使用 水下补光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装置 因为在水下15米以下 就会需要这个补光 因为5米往下 渐渐的红光就会消失了 所以它非常贴心的送了一个 各种灯光的补光的套件 最开始的这个就是红光 各种光都有 还是真的 这个很涉及到水下摄影的一些光的技巧了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我可以演示一下 把改变光的这个片放进去 就这样套上 对 你就可以在水下进行补光 我们可以稍微打开一下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户外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 但是你看它这个红光就出现了 还给调节亮度 长按关闭 我之前是直接使用这个裸机进行水下的拍摄 并没有说增加这个光线 但是我因为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 我最近学了OW跟AOW AOW的最低可以前40米深 因此这个补光灯就非常有用了 有些小时候看星期打鱼 他们打鱼的时候都会用一个灯对着水面打 然后鱼就会均匀过来 所以我在想如果我在水下把这个补光灯打开 是否也意味着鱼群会就冲向我呢 这个我还不知道 但是我很兴奋 现在我们就把场景转换一下 我们到水下来测试一下它的水下效果到底如何 当然我选一个晚上 或者下午这个光线不是太好的情况下 才可以看它的补光到底如何 非常迫不及待了 赶紧试一下吧 最后我要提一下它的充电 因为毕竟它这个密封的设计 不可能说你插一个Type-C口 或者什么去充电 所以你可以看它是一个磁吸的充电设计 我们就要啪哒一下碰上去 就可以进行磁吸充电 目前我还不知道它到底能坚持多久 我们待会可以实际测试一下它的亮的时间 而且我觉得这个真的挺亮的 我晚上试了一下 如果我没有办法把它放在水下进行拍摄 我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手垫在手 也是蛮方便 价格真的 这是一个减漏价格 只要60块 总共在一起只要60块 因为这个原价在一起应该要接近200块的价格了 当然我就剪个漏 你也知道某鱼上可以买这些便宜的产品 所以很迫不及了 我们就场景转化一下 我们现在去水下测试一下 好吧 出发 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发现将防水壳置于水下并不会带来任何问题 然而建议大家在水下使用时专注于拍摄工作 原因 在于使用防水壳后 虽然可以控制拍摄的开始和停止以及模式的切换 但触屏功能将无法使用 因此 前置屏幕的触控操作会受到限制 无法点开 在灯光方面 这款设备提供了三档调节和一个闪烁模式 在未打开灯光 之前拍摄效果已经相当不错 而在开启灯光后 拍摄效果更为显著 尤其是在面向自己时 能够将人拍得更加明亮白皙 如果在十几米深的水下使用这种补光灯 效果预计会更为突出 我们在水下与机器人拍摄了一些合影 事后便返回了功能项目 总体而言 对于普通使用者来说 配备一颗防水壳已经完全足够 这不仅能为相机提供充分的保护 还能拍摄到水下的有趣景象 然而 如果你是一位专业玩家 例如已经考取了AOE JOE潜水执照 那么确实可以考虑购置购置水下补光灯 再将为你的水下探险 带来更多深度的回忆 我是亚飞 这是我对大疆运动相机 防水壳和水下补光灯的详细评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